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边唐克雷迪的案件再次开庭 不过这次不同的是有了保罗这名证人 保罗向法官讲述了总统女士是如何让自己陷害林肯 如何将林肯关进监狱的 不过法庭上有人提出疑问 这和唐克雷迪协助他人越狱 和保释期间逃走有什么关系 保罗称因为自己接到命令要杀了唐克雷迪 他没有办法才逃到了其他城市 这个消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吃惊 法官听完保罗的话后 就撤销了唐克雷迪的所有指控 随后法院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保罗的身上 法警将保罗当场逮捕 这让唐克雷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是比尔给马洪打来的电话 比尔询问马洪 兄弟俩现在在什么地方 马洪称等你来到这里时 我就已经抓到麦克和林肯了 到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麦克不知道唐克雷迪怎么样了 只能给唐克雷迪的手机留言 麦克称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 不过少了你 我很失望 你还记得巴亚的欢乐时光 有50美分的啤酒吗 这里的啤酒比那里还要便宜 随后麦克挂断了电话 此时唐克雷迪从法庭走了出来 听见新闻记者称 法院同时还撤销了林肯的所有指控 这就说明林肯已经自由了 坦克雷迪焦急的给麦克尔打去电话 但麦克尔此时将电话放在了游艇上 根本没有听到 坦克雷迪只能前往巴拿马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麦克尔和林肯 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亡命天涯了 比尔此时坐在公司大佬光头哥的车里 比尔告诉光头哥 麦克尔和林肯已经被马洪抓住了 自己现在就要前往巴拿马 光头哥询问索纳怎么样了 比尔告诉光头哥自己会处理好的 随后比尔下车向巴拿马赶去 另一边马洪给前妻打去了电话 马洪让前妻带儿子来哥伦比亚港 那里是前妻最想去的地方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顺便旅游一圈 前妻经过思考后同意了马洪的提议 这让马洪非常的高兴 林肯则趁着马洪打电话时 试图想办法拧松水管的连接处 另一边菲尔南多从医院醒来 菲尔南多一醒来就担心玛丽的安危 马上就要穿上衣服向外走 医生赶快劝阻菲尔南多 这菲尔南多失血太多了 你现在起来会导致大脑缺血和肾衰竭 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但此时的菲尔南多管不了那么多 只能带着伤到外面的电话亭打电话 菲尔南多让美国大使馆找一下叫马宝南的人 他或许在某家医院 或许在某个监狱 马宝南才没有被送到医院的好运气 马宝南带着腿上的伤 被警察直接丢进了拘留所中 因为语言的不通 警察根本不想和马宝南多说什么 让马宝南非常生气 就在这时强哥也被送进了拘留所中 强哥并没有比马宝南好多少 他被迈克尔扎伤了仅有的一只手臂 连吃饭都成问题 另一边卖兴奋剂的小哥 将迈克尔带到毒贩的身边 迈克尔称自己想要买毒品 毒贩之前没有见过迈克尔 他一来就要买大量的毒品 这让毒贩以为迈克尔是条子 迈克尔让毒贩在网上输入自己的名字看看 毒贩的手下经过搜索后发现 迈克尔竟是美国的金牌通缉犯 这才打消了毒贩的顾虑 强哥和马宝南在拘留所里只能吵架 强哥称自己在这里花了二十万 生活的就像一个皇帝一样 这话让马宝南听得牙痒痒 这时警察将马宝南带了出去 打算将马宝南送去审判 马宝南刚刚被带上囚车时 菲尔南多赶到了这里 菲尔南多看见马宝南赶快询问玛丽在什么地方 马宝南这时像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 告诉菲尔南多想要知道玛丽在哪里 就先将自己从监狱中弄出去 此时迈克尔背着钱来到了马宝所说的仓库外 迈克尔先将钱藏了起来 然后走进了仓库中 迈克尔告诉马宝 你最好把船的名字赶一下 我妈妈是不会喜欢你的 马宝上来就对迈克尔进行搜身 确保迈克尔身上没有枪石 才放松了下来 菲尔这时给马宝打来了电话 称自己赶到了仓库不远的地方 马宝挂断电话后 就给当地的警局打去了电话 称自己现在所在的仓库中 有两个美国男人杀了一名亚洲男子 并让警察快点赶来 迈克尔瞬间反应过来 马宝这是要杀了比尔 然后嫁祸给迈克尔和林肯 马宝称只有这样就不会有人找自己麻烦了 还让迈克尔将钱交出来 就在这时比尔走进了仓库中 比尔询马宝为什么没有将两兄弟带到自己指定的地方 马宝称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然后拿枪对准了比尔 比尔早就猜想到了马宝会叛变 就在这时比尔的手下带着枪冲了进来 林肯趁机拧下了水管和迈克尔躲在了箱子后 马宝则和比尔的手下展开了枪战 迈克尔和林肯趁着没人注意时 从仓库中跑了出去 身受敏捷的马宝杀了比尔的手下后 也逃出了仓库 坐上了迈克尔开来的游艇逃离了现场 此时比尔也跑了出来 向着迈克尔离开的地方追了过去 另一边保罗被带上了前往监狱的警车 在路上开车的警察称高速路太独 打算走偏僻的小路 又称仪表盘显示发动机故障 需要将车停在路边进行检查 保罗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巧合 而是公司打算动手除掉自己了 当车停稳后 两名蒙面的男子向保罗所在的车厢连开竖枪 马宏开着船来到码头加油 没想到刚刚给游艇加完油 就遇到了警察上前攀查 警察称接到举报 有人用这艘船进行非法运输 马宏称那绝对不可能 没想到话音刚落 警察就在游艇中搜到了两公斤毒品 这些毒品就是之前迈克尔找毒贩买的 目的就是嫁祸给马宏 警察马上上前将马宏靠了起来 另一边迈克尔和林肯还在商量 迈克尔称如果马宏被抓 他至少会被判十年以上 虽然自己损失了游艇 不过自己还有五百万现金 不用为接下来的日子而发愁 这时卖兴奋器的小伙 出现在了迈克尔和林肯的面前 卖兴奋器的小伙为迈克尔带路 他带迈克尔来到了一艘新船前 虽然这艘船没有之前那艘好看 但足够带着迈克尔和林肯逃离这里了 就在这时 唐克雷迪从船中走了出来 原来唐克雷迪读懂了迈克尔给自己的留言 这让迈克尔非常的高兴 唐克雷迪告诉迈克尔 林肯现在自由了 保罗站出来作证 他承认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至于迈克尔 白发哥说过 据目前的情况看 也不再会有人追究迈克尔的责任 这让林肯非常的高兴 但这让迈克尔陷入了沉默 原本的计划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打破了 林肯回到船舱 将手枪放下 拿出了一个发卡 让迈克尔帮自己打开手铐 就在这时 比尔拿着枪出现在了兄弟俩的面前 林肯生气的将500万全部扔向了比尔 比尔一脚将500万踢入了河中 并称自己要的不是钱 而且警察就在前往这里的路上 比尔告诉迈克尔 你们俩要告别了 就在比尔准备向林肯开枪时 唐克雷迪一枪打在了比尔的胸口 比尔当场被击毙 就在这时 警察也赶到了这里 迈克尔只好带着唐克雷迪逃跑 林肯则向山中小路跑去 警察很快将迈克尔和唐克雷迪 逼到了一间小屋中 警察称在巴拿马杀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别让迈克尔快点出来投降 这样就不会有人受伤 这让唐克雷迪非常的害怕 迈克尔要过了唐克雷迪的手枪 并让唐克雷迪出去自首 就在唐克雷迪走出房门时 迈克尔拿枪做出了挟持的动作 并向警察承认是自己杀的人 和这个女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警察相信了迈克尔的话 将迈克尔当场逮捕 另一边马洪来到警局 给前妻打去了电话 马洪哭着告诉前妻 不要来找我了 忘了我吧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这马洪前妻的心中很是复杂 林肯来到警局寻找唐克雷迪 并被警察告知 唐克雷迪录完口供后 刚刚离开 但林肯经过寻找 并没有找到唐克雷迪 此时公司的人找到了强哥 原来强哥在墨西哥就已经被抓 不过公司的人想用他来引出迈克尔 之后在巴拿马的计划 都是公司的人所安排的一个圈套 强哥想让公司的人将自己弄出去 但公司觉得强哥再没有任何的用了 就转身离开了警局 这强哥非常的生气 另一边迈克尔马洪被送到了 巴拿马最乱的监狱 索纳监狱 这时公司大佬光头哥 也得到了迈克尔被送入索纳监狱的消息 身边的人告诉光头哥 迈克尔肯定还会想办法逃出监狱 光头哥称 那就让他逃吧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越狱的第二季的大结局到这里就结束了 第三季的剧情主要讲的是 迈克尔在索纳监狱中的很多遭遇 马宝南强哥马洪和迈克尔 也会在之所监狱相遇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讲解 《越狱》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